我是赵少康 给你回到向选民报告的现场 昨天我们前半部 是播那个邱毅跟陈志忠的辩论 结果呢 我们的收视率 是本节目有史以来最高的 我不知道该哭还该笑 那你开始出张话就好了 开始了 我这不知道该哭还该笑 我们讲那么热心 准备节目那么半天以后 居然这样转播 我们就坐在这边就看 然后居然到2点多的收视率 而且尤其是陈文献在那边 笑着花枝乱在说收视率最高 好 再笑一下 时间 这么好笑 太好笑了 怎么看都好笑 难怪收视率比我们节目高 废话你要是跟他一样讲话 我也会一直笑一直笑都不讲话 老师你昨天讲的不错了 表演 赵先生他昨天最厉害的是 他尝试的 我帮你把议题拉回来 陈志宗常事讲宇昌案 然后呢 秋毅就跟他说 我不是好歹 我是空的 我今天跟你辩论 你跟我说什么宇昌 还跟我刘亦如 日记冲不中而已 这小事情 我跟你说 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投资的 你不用在那转移交点这样 我说你这样 张库的最后跟我的孙子 就是开女子 跟女子联起来 他说你这不是女子 但是我相信你是 因为你可以开女子 所以担心是女子 对啊 这才是女子 高审就是光注意这个 什么叫男主 女子 因为一早开始 跟他说是女子 很心情态 现在要比谁是女子 不 我今天实在不服气 就是我们 你是不是女子 我们收视力没有他高 就算了 总统辩论也没有他高 总统辩论收视力也没有 也没有他们两个高 好 诸葛亮的餐厅秀 你觉得收视力怎么样 好 对啊 这个几乎就是诸葛亮的餐厅秀 对不起啊 性质一样 赵先生 你们参加的我的第一场的总统 跟蔡英文的辩论 我们收视力 赢过他昨天开砸我那一场 平均来讲他比较高 错了 错了 错了是吧 好吧 除了你以外 其他台是这样说 那我只想说 总统 就是换句话说 我们 我只在想说 因为我们的收视力是第一 那我们的观众 到底是 就喜欢看这种就是 这样说我们观众喜欢看这个 这个啊 这个好看啊 好看 叶如爷爷说好看 好看好看 我们全场一致 因为坦白讲 政治人物也没有真的 在讨论什么大问题 这个很集中 这个骂来骂去 很集中啊 很集中 他焦点很集中啊 不是议题 立法院打架 那个新闻声势力壮高嘛 你平常立法院投票 讨论辩论 议题本来就是 他是刺激性的 我今天觉得 邱毅师继五六天之后 台湾说唱艺术第一名 这样 所以 我建议他去二一零零 不要再讲国语了 他台语讲的不错 他每次都用浮老化发言 有这韵律 你们国家的第一号战将 用浮老化发言 五六天 还有点我说 因为他两个人 当两个人 一对一辩论的时候 他比较有焦点 总统现在三个人 你问我 我问你 然后问完了以后 宋主席你认为呢 你不要说吗 他说你是不是男子 你是不是男主汉 没怎么证明 可以到两个干啥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 怎么说意见这么一致呢 我们说一个严肃的 我们本来说偏男 我们都说国务嘛 要0.5 0.6就欢迎了 等下说台语 两点贵 所以 我们是要试试 都说台语 都说台语 试试 这样好吗 这个人明明是我们主汉 明明是 明明说 对国家的发展 不一定是好俗 以自己的态度来讲 可是我必须这样讲 昨天我扫街扫到一半 电视正在播 我也很不争气的 停下来看 因为有话题 有画面 太好笑 真的是有画面 所以他收视率 跟大家的道德上 觉得说 哎呦 我这些讨论更重要的事情 宇昌案啊 或是说X法 或是国家未来发展 两岸关系 那当然对国家更重要 不过那种东西 太重当了嘛 太重当了 这个东西太有趣了 太有趣了 把它当综艺节目来看的话 收视率自然就高了 你看30几百人都比50几百人 太高了 什么话难听 你就看两个西装革履 这看起来很严肃 震惊八百人 讲那个话 那个是粗 然后是 我今天是要给你偷钱 而且互相都不回答问题 他最大的特色是说 互相都默认 不是默认 都不理你 你问我我也不理你 我问你你也不理我 反正就骂骂 骂骂都讲 各讲一套这样 这实在是 我看过 我从大学参加高中 就参加辩论 大大小 不是 大小看过各种辩论 美国总统的辩论 议员的辩论 共和党 里面提名的辩论 没有看过辩论 就像这样 那不是辩论 这不是辩论 好笑 不是辩论 你也常常辩论 昨天邱毅跟陈志宗 你有看吗 不 我看啦 但是 昨天邱毅跟陈志宗 你都听得懂就是了 多少年前 我是跟陈水扁 对对对 对不对 你还跟好几个人 有没有 曾经的也辩论过 不是啦 那个谁啊 四分那个 郑南荣 郑南荣 但是那个时候是辩论 是真的辩 那个时候是辩论 有理念 我跟陈水扁辩 你怎么把昨天事 讲那么严肃啊 不是啊 你是不是听不懂 什么叫咱们诸喊 不是 当然听得懂了 松歪歪 你都听不懂 听得懂 但是我们是 曾经觉得最喜欢的 三个字就是松歪歪 就是说 我们明知道 人民 就像我们今天讨论的 一般人民也是听不懂 真的听不懂 他要用脑筋的嘛 我昨天看那个节目 我有一个感想吧 我现在帮蔡英文讲话 以陈水扁贪污的规模 蔡英文今天我们讲的 女参 小case 太小了 皮筛大 没错 但是我提陈水扁是当总统 蔡英文是副院长 那蔡英文是当的总统吗 所以我觉得 我帮蔡英文讲话 难怪民进党的人 觉得这是小事 因为民进党你想想看 他已经经历过这种震撼教育 贪污这么多钱的总统 十几亿在外面 然后他的儿子还去嫖妓 对民进党来讲 这几年是什么样的震撼教育 所以蔡英对他们来讲 就如获至宝 所以他们对于他 即使他有这样的道德瑕疵 相对于之前 他们觉得是小事一到 当然如果这件事是马英九 比如说是蚂蚁男 哦那不得了 你的意思说 曾经上海南外水 登泰山而小天下来 继续来再回来